香葱土豆餅 今天我來和大家分享香葱土豆餅 這個是土豆起司 麵粉 辣椒 純牛奶 香葱 我們把香葱的這個頭給它切掉 加點鹽巴 下去醃漬一下 關一下就好了 把這個紅辣椒切成絲 然後跟香葱放在一起 跟這些醃漬的鹽巴下去關一下 把這個醃漬過的香葱和辣椒絲 然後過一下水 把過完水的香葱和辣椒絲過濾起來 放在容器裡面備用 這個香葱絲和辣椒絲 還是比較長 我們稍微給它剁一下 不用太細 這樣子就可以了 整個土豆我們已經給它切成小塊 然後蒸熟了 我們這會就把這些東西 給它倒在一起了 這個土豆給它倒在香葱裡面 加入牛奶 抓筋銀 加入起司 抓筋銀 加入麵粉 加入麵粉 加入點鹽巴 把這個香葱餅給它捏好 然後放在這盤子上 下點油 我們開始來煎這個香葱餅 我們開始來煎這個香葱餅 煎的時候火不用太大 煎到 吃了 煎可以 快點 煎 金黄色的这个香葱饼已经起来了 好很漂亮的香葱饼我们已经煎起来了 好非常漂亮的香葱饼干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